11点55分了朋友们 马上就中午12点了啊 北京的疫情看来挺严重 这个北京市东城区东智门内大街发现疫情了 给大家看看啊 有视频有真相 轨迹 这是轨迹 这些胡同都是北新桥路口往东往南的一些胡同 刚才那个红绿灯往南去 应该就是东智门内南小街吧 大概是那边 然后那边有那个东智门医院啊 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 马路北那个路口有一个道乡村在西北角是吧 往北就奔那个和平礼和平礼南口 然后那有那个歌华有限公司 听说也是一个太子党红二代 然后所占据的公司啊 表面上是国营的 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捞钱歌华有限是吧 强迫你或者是垄断型的给你安那个 你们家的那个那个洗脑的那些东西 那个不叫娱乐也不叫教育也不叫传媒也不叫媒体 甚至不叫电视台 他就叫洗脑机构 是吧 那就叫洗脑机构啊 反正东智门内这一片啊 也有我的客户这边什么西洋馆胡同 西馆胡同 什么北新桥派出所 什么北新桥的防管所 东城区培制学校 培制学校就培养那些 有点缺心眼那些智商有点问题的孩子啊 就那个都在这一片啊 这边鬼街啊 吃麻小麻辣小龙虾都在这边 然后往东一直就到那个东智门桥头 再往东就东智门外 什么十字坡啊 然后往南是东四十条 新中间东中间 然后这个幸福三村 幸福二村是吧 然后使馆区就那一边啊 反正这边就是应该是北京最繁华的了吧 东城区二环里 是吧 这是二环路以里 过去叫城窘 有那个城墙城墙里 这是真正的北京城的城里 啊 这儿的居民非常的密集 大家看见了吗 都是平房居多 平房 平房都是大杂院 原来都是四合院啊 或者是一些独门独院啊 小院啊 这个随着人口的增加 都是四合院 对了 往南没多远 就这条街 就沿着这个东智门大街 有一个医院啊 那有一个护士是我们街坊 他架了一个交通警啊 那个交通警啊 还行 那个人层次还可以 然后对我的评价还比较高 他说我们那一片还就是你啊 就是同龄的孩子里边 有点脑子啊 他这么说我啊 当然那个交通警有点权 他是个头 他也贪污腐败 不过他帮过我的忙 东城区 小心了